而美国的经济方面通膨似乎有降温的趋势了 11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来到3.1% 连带影响到汽油价格走低 不过租金却还是居高不下 一样很猖狂的还有美国的怯盗犯罪 很多餐厅跟酒吧现在就是要防假钞 还有怕小偷上门拒收现金 全面改成行动支付 美国关键的通膨数据再报喜 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自前一个月的3.2%小幅降到3.1% 是连续第二个月降温 当中又以汽油价格贡献最大 狂降5.8% 让全美民众最有感 同样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食品 涨价速度也总算落后通膨 年增幅只有1.7% 但前提是要在家里自己住 剔除掉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也维持4%不变 继续待在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准 不过种种降温成效 仍被居高不下的租金给抵消掉 还加上二手车价格反弹 美国人也必须为健保和汽车保险 缴更多钱 导致CPI月增率达到0.1% 超出市场预期 通膨月增率意外上升 并不妨碍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 继续看好这波近两年的货币紧缩周期 就要落幕 与此同时 联准会召开今年最后一场会议 并在周三公布利率结果 市场普遍预期会按逼不动 激励周二 美股三大指数全面收高 道琼更创下时尚第三高的收盘价 如今通膨目标还没达正 不止市场持保守观望态度 一般消费者得再忍忍 全美商家也还不能松懈 上周四 伊利诺州芝加哥这间珠宝店 遭多名头戴面罩的黑衣人持枪打劫 这异形共四名窃贼 打破整式柜玻璃 迅速偷走价值上万美元的珠宝 店内一台监视器则拍下 窃贼是趁着顾客刚要离开 房道门还没完全关上的时候 夺门而入 珠宝店老板娘惊魂未帝 因为当天被一名窃贼拿枪指着 命令趴下 不过她害怕到跑出店外 事后她只能庆幸自己毫发无伤 小孩当时也不在店里 年关将近 就连商店里贩售的礼物卡 也成了下手目标 警方警告 窃贼能够在不影响礼物卡的包装下 榨干卡片里的钱转到离岸户口 呼吁商家和民众都要当心 而除了窃盗和诈骗之外 加州杀家缅度这名男子 拿出一把火枪烧掉手中钞票 这不是在炫富 而是她的餐厅一直收到假钞 餐厅老板除了自录影片 警惕同行 也对吃霸王餐的人喊话 但当地这间老字号餐厅 遭遇到的问题不止假钞 这最后一根稻草 让业者痛下决心 全面改成数位支付 防假钞也防窃贼 就连大型购物商场里 也有多间餐厅和酒吧 比照办理 借由数位科技自保继续生存 TVB生存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